大家好 我是永东汽车韦欣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这一台是2015年出厂的BigTida 如果你的需求是要有一台省油并且还能大空间 而且重要的是它的税金是比2000cc 还要每个月还可以少500 一年可以少6000块 那我会建议各位这一台来非你莫属 介绍外观之前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台车有通过夜市认证后续我们会讲到 那我们先看一下车车的外观 最明显的话大概就是这个引擎盖的部分 有一些开高速公路有喷石头喷到 但这块引擎盖它是原版件 那这两个大灯 然后它这是有雾灯的版本 外观它是白色 它有一些空力套件 我当然我必须都实话实说 空力套件有一些使用上的痕迹 但我们讲一些比较务实的 四条轮胎 轮胎都还不错 你买回去不用马上换 再来就是外观的部分 它是白色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尾翼 空力套件 尾门来看一下 顶杆是OK 可以很轻松的顶钱 然后车厢的空间是蛮大的 你如果有小孩的需求 多买或坏一台车的话 这台车蛮适合的 轮胎都还不错 这台车再强调一次 它有通过夜市认证 所以它可以有SM提供一年 或2万公里的一个保固 替打的大空间 由我来为各位示范 门开启的角度也蛮大的 那可以轻松坐上去 驾驶座我身高172公分 我的前面的膝盖 一个拳头 两个拳头 大概接近三个拳头的一个长度 所以你不论是放安全座椅 还是妈妈坐后面 都非常的轻松 我们来到车内 里程数在中间下方的位置 里程数是176024公里 里程数保证 SY的保固不是看里程数 多寡而是看你 出厂年份 但是还有没有通过YES认证 这台车一年或2万公里的保固 然后方向盘呢 再有一个定速的部分 因为iKID它才有这个定速的配备 它有驾驶座跟副驾驶座安全气囊 因为iKID这边就是有起闭按钮 所以你的钥匙不用拿出来 中间呢 它那个是前车组安装的一个 当时算蛮功能齐全的一个车机 还有光碟 如果你想要踢那个CD的话 这个还有 收音机导航 数位电视的部分 还有倒车线 其实都还蛮方便的 前车组还有装一个新车记录器 前新车记录器在这边 它原来还是米钥匙的部分 所以它是双区恒温空调 如果你是拆钥匙的话 它是用旋转扭 再来就是它这个自排变速箱 非常的省油 我之前也开过这一台 我一公司大概可以开到 15至17公里的一个平均油 其实前面空间都还蛮大 身高172 我的头部的空间 一个拳头 大概再加两个指头 其实都没有任何压迫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 YES的车辆的一个认证书 蓝色代表是什么呢 认证合格 那这是这台车的相关资讯 2015年9月 这支号码 引擎号码都正确 然后里程数也都有揭露 最终我们看下面 车体的外观跟车骨的一个结构 车体的外观只有左后门有一个X 代表是什么呢 代表它是有更换 但我们来看一下车骨结构 这里没有任何记号 那代表说它只有更换驾驶座的后面乘客们 那其他都是圆满件 所以这台车还可以由ASM提供的 一年或2万公里的保固 保固什么呢 保固引擎 变速箱 方向机总成 启动马达 还有发电机 最后呢 一样帮各位做一个总结 如果你预算是在20几万 你有家庭或空间上的需求 那加上你可能没办法开休旅车 但你想要休旅车这样的一个大空间 推荐你这一台2015年出厂的BigTida 可以有一年或2万公里的保固 因为它有通过SUM的YES认证 如果你喜欢这台车 喜欢我们介绍这个影片 欢迎跟我联系 那我的电话号码是0912-021-458 欢迎预约赏车 实在就是SUM